家人们,最近品牌爸爸们都开窍了啊,感觉有更多声微肖战的盼头了,鹅场,你骗我的拿什么还,眼馋完了,说说最近的榜单吧,小心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鹅场了,最没用的就是他,两个月白陪他忙活了,肖战一枚综艺,二枚作品播出,三枚演出曝光,再数七棒,都有这么大的热度,结果,鹅场没能抓住机会热上去, 从7月1日到8月31日,整两个月的时间,肖战是数七档最受关注男艺人,以89.44的热度成为榜首,鹅场,我用我带波具的超一线男星,防爆你们所有平台,榜单看着舒服,但还是好气,终于还是鹅场太费了,看看别的话题吧,结果,在网友统计近五年最爆艺人,发现这么一条奇葩言论,小心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反应才好,当初要占瞎所死, 现在解不开了,因为要是还在那些网爆饭肚子里,其实吧,你们想做梦也是可以的,不拦着你们,但是,小飞侠吃惯了肖战的山珍海味,再让他们去吃汤宴菜,用一句甄嬛状的经典台词回复你,臣妾做不到啊,另外,小心呢,也想对自己好一点,不想牺牲自己成全别人,流动,小心觉得自己没这个义务,喜欢的好好的优质偶像, 为什么要流动到不喜欢的艺人那边去,但是呢,也不是没有转机,小心觉得,你的钱自己花不是好事,来给大家都开心开心,小心不想喜欢其他人,你报警吧,有意见就憋着,这种PUA话术实在没什么挑拨力度,你想表达什么? 表达肖战逼着我们喜欢他,可惜不是哦,如果肖战能逼着小新喜欢他,霸着粉丝不放,那简直太好了,肖战粉丝是瞎,不是瞎,这说法是尽于不成,打算宁抢了,这么理直气壮的要犯,但肖战粉丝只目强不扶贫,最后,小心复习一下专注自家的含义,他并不是不要喜欢别人,而是别出去发颠,如果小新不专注自家的话,每个广场都会是我骂人的身影,所以,小新能忍着你, 忍住对外界不拉踩,不倒游,全是因为专注自家哦,总结一下,肖战粉丝是你们觊觎不起的,天黑了,睡吧梦里啥都有